看動畫,學歷史 這些竹鑑真的很重 在未有紙張時 中國人主要將文字寫在竹片 或者昂貴的肩膊上,文字難以流傳 不過到了東漢,蔡倫就指 大力推動了中國以至世界文化的發展和傳播 我們一起來看看蔡倫的故事 漢和帝永元九年 即是公元九十七年 蔡倫三十五歲 成功了,終於成功了 果然用這種新方法鑄劍是走得通的 老夫本來對蔡大人的新鑄劍法 還有懷疑 真想不到長江後龍推前龍 用這個方法鑄劍 風靈無鼻,天下無雙 葉仔,你去拿竹片 我要寫下這個鑄劍法,向皇上報告 好啊 我看不到路 讓我幫你一起拿吧 你們的蔡大人真是古怪 在宮中做事,懂得阿瑜奉承便可以 哪有人像他這麼認真讀書 專門打鐵技術 因為蔡大人總是想設計最好最厲害的東西 為何你頭上有一塊葉 蔡大人,竹筋準備好了 他們兩個都顧顧怪怪的 沒事吧? 葉仔,你怎樣? 沒事,只是頭有點痛 竹筋太重了 這個竹筋太沉重了 半運,書寫,閱讀都不方便 用新方法鑄製補劍 可以補膠衛角 那如果有方法取代竹筋的話 好,接下來我要研究竹筋的替代品 讓人更方便地書寫和閱讀 令學習更輕易 對了,替代品要像葉仔 你頭上的葉那麼輕 我相信蔡大人一定會成功 啊,蔡大人又在想了些不切實際的東西 竹筋用不就行了 為何要改變呢? 真是個古怪的人 之後,蔡倫閉門借客 遠距所有的宴會和拜訪,開始造紙 蔡大人,你真的要拒絕所有的宴會和拜訪? 是,做事要專注才可以成功 既有的書寫材料有什麼好處和壞處呢? 竹筋雖然便宜 但是隨身攜帶的時候又重又不方便 絲織的兼白,沒錯是柔軟平滑 但是就很貴,普通百姓根本就買不起 目前雖然有用麻製作的書寫材料 但是太粗糙了 哎呀,究竟應該怎樣做 才可以做出又便宜又平滑的書寫材料 哎呀,誰把懶魚網丟在這裡 這件事很結實 我想到了,就用樹皮救魚網和懶捕這些材料 哈哈,我要馬上開始製作了 哎呀,我整天都撞到頭 為什麼蔡大人和我一樣容易跌倒呢? 蔡麟從此出入山間田野,血而不捨地努力 嘗試新的製造方法 首先要用水浸泡樹皮、魚網 再切碎 然後是蒸煮 將植物的雜質徹底去除 還要倒漿 這樣做可以令原料變得黏結 最後是抄蹄 用細物的網分隔出一層薄片 然後曬乾 終於到了漢和帝元興元年 即是公元1805年 蔡麟四十三歲的時候 怎樣怎樣 怎樣怎樣 成功了,終於成功了 果然用這個方法製作書寫材料行得通 實在太高興了 我要寫下製作的方法馬上報告皇上 讓所有人都可以用到這種最好的書寫材料 嗯?這些真的可以書寫嗎? 嗯? 為什麼你們跟八年前那兩個老少主劍師一模一樣 哦? 你說那個老主劍師應該是我哥哥 而我就是那個小主劍師的弟弟 哈哈哈哈 喂,你還站在這裡 快去收回牆上的書寫材料 哈哈哈 唉,這個菜太人真是古怪 用這麼多年弄這些一片片的東西 也有什麼用 啊 啊 咦,原來這些一片片的東西 是這樣用的嗎 啊, 躺在上面睡覺 又多舒服 啊,真的嗎? 讓我試一試 唉,他們真的啊 蔡倫向朝廷上布了最新的造紙術 皇帝非常高興 拆封蔡倫為龍亭侯 皇帝將蔡倫造的紙 命名為蔡侯紙 並推廣到全國 蔡倫發明這種廉價又高質的紙張之後 很快就流行天下 蔡倫既有創意又刻苦努力 為知識的流通帶來了極大的便利 在1925年 美國學者卡特將造紙術 印刷術、黑火藥和紫蘭針 合稱為四大發明 造紙和印刷術令教育得以普及 火藥促成軍隊制度的改革 紫蘭針帶領哥倫布發現新大陸 這些發明都是源自中國的